現在再詳細講這個Alcane Alcane 基本上是有C和H 只是C和H 所以它是Hydrocarbon 還有其他東西就是 它所有的Carbon之間都是Single bond 例如是這些 它舉了這些例子 就是有Carbon和H 沒有Oxygen 所以它形成Hormonogous series 它們的顏色是這樣的 每一粒Carbon有兩粒H 另外再加2 這是最簡單的解釋 每一粒Carbon有兩粒H 然後頭尾會有兩粒 但是一些複雜一點也一樣 它複雜一點 可能有個分支 其實都是一樣的 例如是說 這樣 例如這個 例如這個 我看看如何由這個 可以把它變成這個 其實都是一樣的 例如我想這個 我先拿走這個 然後把它貼在這裏 這個H就搬上去 不要理會 這個貼過來 一粒C兩粒H 一粒C兩粒H 是在這裏 現在沒有這個 所以其實就變成這樣 所謂有一條鏈 還是有分差 其實都沒有所謂 C和H的數量都是一樣 有這個關係 C乘以2再加2 接著 順序的次序 順序的Hormologous series 1,2,3,4 按Carbons數字 前面的4個 全部4個都是Gas 全部4個都是Gas 後面5、6、7、8 數12個是Liquid 再之後就是Solid 因為越來越重 越大顆 就是這樣 這個之前都說過 這些Alk 在哪裏找到 最常見是Petroleum 和Natural Gas 裡面找到 它裡面包含的Alk 可以多到可以有70粒C 在裡面 每一個都幾粒 它可以有70粒多到 一般的Natural Gas 主義是Mephy 但也包含一些 另外幾個 Alk,Propyl 和Beauty 2,3,4 接著 還有一個概念 它所謂的Carbons 和Carbon 是Single Bonds 它們說這個 Alk 也叫Saturate 它所謂Saturate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先對比一下 如果它有Double Bonds 我們就說它沒有Saturate 是何謂沒有Saturate 這個意思呢 我可以再加H 例如 我現在再加H 然後把這個 斷開 黏回它 因為它是Double Bonds 我可以斷開其中一個 我們就可以再加H 所以我們可以再加H 所以它不Saturate 但如果它本身只有一個Single Bonds 就不能再加H 不能再加H 就叫Saturate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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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Alk 一般它是意然的 就是跟Oxygen 是很容易react的 但它跟其他的東西 其實不是很reactive 這個是跟什麼東西相比呢 跟有Double Bonds 那些相比 它就不是很reactive 因為它可以跟Oxygen react 即是燃燒 我們就把它用作燃料 生成Carbon Dioxide 以及水 以及釋放Hit Energy 但如果Oxygen是不夠的 比較少 只會生成Carbon Monoxide 即是有毒的 那 它就說這個Beauty 經常都用來煮東西 其實Beauty什麼 其實我們所說的是石油氣 基本上 就是鋪平 加上Beauty 基本上是 一般來說是兩個東西 混合在一起 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它可以跟 跟 Chorine 不是 Chorine Chorine gas 去形成Chorine 很簡單 Chorine 就是Chorine 就是Chorine 換了H出來 所以變成這樣 H 跟這個 黏在一起 變成Chorine H 變成Chorine H 變成Chorine 變成Chorine H 就是這樣 這個reaction 它需要有光才可以 所以它需要有光 光 最需要用來拆散這個Molecule 拆散這個Molecule 如果在日光大造 它可能是有爆炸性的 所以很危險 當然 正常我們不會無緣無故 有兩種Gas 如果有太陽 又有天然氣附近 然後你還放一些Chorine Gas 出來 你就會危險 在黑暗裏面 就相反 做不到 它生成的這個 是Chorine Chorine Chorine 我們有很多 Chorine Gas 它不單是換一個 再換兩個 甚至換三個 換四個 都可以 所以它可能生成了這幾個 這個就是換一個 換多一點 換到沒有了 DH 它叫的名字 就加了兩顆 就是Di Dichloromethy 三顆就是Tri 四顆就是Tetra 它這四種東西 全部都是用來做Solven 就是用來溶解一些東西 通常就是溶解一些 不用在水的東西才有用 如果溶在水 用水就算了 是油漆之類的 可以用這些 但是它說 因為這些東西有毒的 所以現在就用得越來越少 這個請看過 這個我們是 將其中一個東西搬到這裡 但它們大家 寫出來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都是C4H10 四顆C 十顆H10 換句話說 純粹就是講這個方面 告訴大家 其實你不知道它是這個東西 還是這個東西 即是說它有不同的 Structure 這些東西我們叫做Isomers 即是說我們現在這個東西 有兩個Isomers 即是它有兩種不同的結構 一種是直線 一種是直線 直是沒有分支 一種是分支 一種是分支 那當然 如果你是卡文的數目多 例如它們有10顆 而它們只有4顆 如果有10顆 如果有10顆的話 不同的組合就更加多些 可以組成很多不同的組合 只有4顆 或者只有2顆 你組合就組合 也組合不到多少個 它這個10顆的話 可以組合到75種 的Isomers 雖然結構 結構一樣 但結構不同 所以它們的特性 都會有些不同 如果分了Branch 的話 例如這個分了Branch 它們的Molecule之間 大家很難會黏在一起 所以它的Balling Point 會比較低 所以比這個東西低 這個相對比這個就高 再看看名字 最簡單 4顆的標題 沒問題 L期 這個我們怎麼算 第2個我們先找一個主點 主點只有3顆 所以它叫做Pole 但因為它都是L期 因為C和H 都是那個比 而且它全部是Single Point 所以還是Ane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Pole 然後我要說回 它有些特殊分支 特殊分支 我們會數 可以從這邊數 1、2、3 到2有分支 分支那塊是什麼 分支那塊是 基本上是Math 但沒有H 所以叫Matthew 所以全名叫這個 Balling Point 這個比這個更低 因為它不同的Molecule之間 很難黏在一起 它沒有那麼容易燃燒 相比起來 所以它有時候會用在一些地方 例如在什麼菜車 或者那些車引擎裡面 去防止它過早地燃燒 它所謂的Nock 就是過早地燃燒 它通常會先把燃料壓縮 然後突然點火 然後燃燒 它所謂Nock 就是你壓縮了 因為很大壓力 令到它自己本身燃燒了 這是有問題的 未等到你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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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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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